徐博士啊 我特别想知道 您当时作为一个斯坦福的生物化学的博士后 你每天可能的状态是 待在实验室的这么一个状态下 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下 进入到了这个风险投资行业呢 然后加入到了这个amino capital当中呢 咱们就先从这个话题开始聊吧 谢谢梁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话题 因为本身我是一个 相当于是scientist by training 就是说自己读书这么久 那么也是希望说自己 跟你讲的一样 就是希望说自己能够在这个学术界 然后继续的发展 那么我觉得一个人呢 可能是说到自己的这个某一个阶段 那你仍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那可能你就会不断的去上学上学 所以我就是这样 我一直到自己读到博士后 可能也不是特别清楚自己要什么 那么在斯坦福这个环境呢 我觉得特别的好 因为我其实在读PHD的时候呢 那么就加入了一个导师的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在某种程度上 对我来讲是一个 等于说是我的一个saver吧 就是说因为我在学术界呢 其实工作可能大家都知道 学生物或者说学药化学呢 其实他最开始我是学生物的 分子生物学的 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抽象 因为我认为就是说如果那个时代 您能把这个DNA和蛋白质相互作用给搞明白 因为你看不到它对吧 你不像你学其他的东西 你是能够看得到的 你做实验你是知道你 你这一瓶里面都是啥 但是如果你是说我这一瓶是500毫克的这个DNA 事实上是是很难证明的对吧 那么他都是在非常分子生物学嘛 在分子这个层面进行一个学习 所以呢对于我来讲呢 我又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外向和比较visual的一个人 就是我一直特别喜欢的一些就是业余的一些爱好呢 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具象化的一些东西 所以呢我认为就是说我的这个生物学的这个训练呢 对我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可能是我人生当中我一点一点的在像 就是对自己来讲最大挑战的那个方面去不断的进化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和我的性格是相反的 所以可能在我没有开始进入到分子生物学或者说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我是释放天性的 比如说像我在初中可能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最释放天性的时候 但当我到高中开始已经决定自己要考什么样的专业的时候 就开始压抑 然后一直到大学 一直到博士后 一直处在一种越来越压抑 越来越压抑当中 对这个我觉得 而且我认为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我认为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过说 难道有一种人生是可以把自己的兴趣爱好 自己的性格 然后同时又可以把自己 把以生存的这样的一种训练 一种科研 能够结合到一块去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吗 实际上我那个时候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是我认为是没有的 我认为工作和学习是彻底分开的 工作的时候 而且那个时候我读PHD的时候 我大概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远距离的一个 relationship 一个男友 所以我们基本上两个人都是 而且他也非常同意我这种理念 他也认为是这样的 他已经工作了 我还在读PHD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基本上每个月 就会飞到第三个城市 然后什么墨西哥的坎昆啊 沃山基啊 然后Houston啊 然后就是基本全美国 基本就是都走遍了 因为我们认为是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 玩的时候就尽情的玩 那我认为就是说 其实那个时候大家真的就是认为都是那个梁子 但直到就是说我在读PHD快就是说最后几年吧 然后那个时候要选实验室 最开始呢 我其实不在我当时就是写Dissertation那个老板手下 那么我是在另外一个就是一个boss手下 然后呢 我有一个机会 正好那个boss他要走 然后我有一个机会我重新选 然后我就选了一个已经一半时间退休了 就是他有一半时间在实验室 一半时间在他自己的公司的这样一个导师 其实我是他的关门弟子 然后我当时因为经历过这么多吧 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不care 我究竟什么时候能毕业 我只要找到我喜欢的东西就行 这找天给我的一次新的机会 我想试一试 然后我就觉得他做的东西呢 让我觉得喜欢 是我唯一觉得所有实验室 我一直就特别喜欢 但之前我没有机会去 那当我加入到这个实验室之后呢 我就有一点那种 释放天性的感觉 就是我把我的在业余工作中的那种激情想象力 还有那种创造力 我基本上就都用在我的工作当中了 我第一次体会到就是说 原来工作和生活是完全可以结合在一块的 那这种感觉的话呢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 那个时候是相对比较特意独行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我身边的一些 一些博士生的一些同学啊 大家都是在探讨的是这个 Nature Science Cell这样的文章 然后大家都在想说什么时候能发到 那如果发不到我就一直做博士后 发不到我就不出师 什么时候发到我去找一个教职去做教授 很多我身边有一些就是说博士后都做了七八年才发到的 然后我跟他们在一块呢 那绝对就是一个他们认为我是非常特别独行的 他们就说哎小语你加入这个教授 他首先他退休了已经马上快退休了 再一个呢就是说他已经开始就是产业化自己东西了 他并不是说他现在的最大的一个方向所在是发文章 你要考虑一下你要小心啊 反正就所有的人都是不太支持我做这样的选择 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的特别独行 因为我觉得我经历这么多 我读过这么多年的书 难道你不允许我找一个我喜欢的吗 所以我当时没有管这些人怎么说 然后当然我很感谢大家 因为那个就是那样的一个学术的氛围 但是我没有管 然后我就很幸运就说 后来发现原来我在导师的那个三个公司做的事 其实就是他的所谓的创始科学家的这么一个角色 因为虽然是说我仍然是做的是读非常非常多的文献 然后呢跟TCP跟我同学其实差别不大 大家都是读非常非常多的海量的文献 在某一个领域 然后呢比如说某一个细胞通路里面的某一个蛋白 然后你要读方方面面的各种各样的文献 然后你读好之后呢 然后你去想一个新的一个proposal 就你去提一个新的一个问文的一个相当于是可能性 然后三个命题对吧 你要定三个命题的问文 就是要去毕业嘛 然后呢你在每个这个问文的这个选题底下 你要设计十几种实验 然后这十几种实验设计出来之后呢 你要把它做出来 做完之后去证明你的那个预设的那样的一个问文的问题 是正还是负 就是你要做一个结果出来 对吧 所以呢这个就 对 其实和其他的这个同学做的事是一样 大家都是这样 大家都是读很多文献 然后想三个选题 然后每个选题 然后有十个计划的实验 然后呢老师如果同意 你就把它做出来 做完之后呢可以毕业了 所以呢我当时呢 其实也是这么做 但只不过就是说 我当时做的这些选题 我的这些产品做完实验之后呢 我更多的是去发这个patent专利 而不是去发文章 当然我也有发文章 你不发文章也不能毕业 但是我最好的一些成果 其实是发成专利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经验之下呢 其实我跟我就是同期的很多同学呢 事实上是已经越走越远了 我已经无法再走他们走的那条路了 其实对 所以呢我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哎我我就是觉得说 我是我的天性 但是我是觉得说我的天性 我平常想的东西 我出去玩 我再也不用去什么第三个城市 什么这样 我所有的精力和我的时间 全部都用在这个创业公司的这个产品上面 对吧 因为它能给我带来巨额的财务的回报 对吧 所以呢我是知道说 这个是how it works 对吧 我跟这几个犹太的导师 我知道说他们有的是做医生的 有的是学药化学 有的是做分子生物学 有的是做临床的 就他们几个人 还有就是说在大的药厂做过的 他们几个人就是几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哥们 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去传项目 然后做两年之后去把它卖掉 所以我才能在三个公司里面做所谓的founding scientist 但事实上其实就是在那夺了个phd 对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 一个我觉得我找到了我真正想做的事 所以就是说我就是想创业 那想创业呢 需要有自己的技术 那那个时候呢 我就在Stanford的一个教授那边去做一个博士后 然后呢 他这个是非常临床的一个教授 他不是做分子生物学 他是做这个毛囊干细胞这方面的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跟皮肤啊 跟这些都是比较相关的 所以呢 我认为又比较适合我 所以呢 我就大概做两年的一个博士后 发了这个文章和专利 然后当时也是处在一种 正在积极的创业的这么一个状态下 对 好 好